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好久都不干了 可是跟一般的人还是不一样 这对内对外办个事我都不差的 那你啥意思 我没太听明白 我想啊 我想当那个 月志妹子 我不跟你说了 我改名啊 还是找得贵说吧 行 行 那你就跟她说 月志妹子 今儿啊 我是见着大小了 那老嘎嘎跟二鸭啥时候过来啊 我怎么这是他们的妈呀 那我明天给他们打个电话 行不 算了 还是别打了 抢扭的瓜呀 不甜 晚香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还记得中秋节那天晚上不 你一唱戏 那三个孩子呀都跟着流眼泪 这说明啥呀 这说明他们的心里边有你 是啊 毕竟啊 我也带了他们那些年 当时离开他们 我也是没办法不是 现在啊 这仨孩子都成家立业了 真要感谢你跟德贵 这别谢我了 你要是谢的话 你就谢德贵吧 这些年 它是真的不容易 都得谢 都得谢 月志妹子 我问你 那二鸭的老公是干什么的呀 老师 在中学里教书 文化人啊 你看 这老郎家现在啥人都有 这文化人 工人 生意人 真是全了 那志刚是干啥的呀 公务员 公务员 那是国家干部是不 真好 那小雪呢 小雪呀 是幼儿园的老师 月志妹子 你看你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啊 你看这孩子们都长大 都成家立业了 你也不用管了 那德贵呀 有那么大的产业 你啥也不用愁了 产业这么大 一年 一年挣五六十万呢 你就别忙我了 谁告诉你的呀 我眼睛也不瞎 这么大的场子 至少也是这个数 要说呀 还不止呢 还不止呢 你睡着了 睡着了 你得猜回来呢 我都睡着了 我妈现在客厅 拿这个计算器 她不停地按 说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刚才说了 保洁经理呀 她不想当 想干个更重要的工作 说说回头亲自跟你说 完了 麻烦来了 当年我就是看着她 带着三个孩子可怜 我才留下她的 这下好了 她真是情深容易送身难 你说她是个演员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都不知道她啥时候是真的 那啥时候家的 这咋办呢 你说咋办呢 这 我哪知道咋办呀 她来咱家 那是冲着你跟三个孩子来的 那我哪知道咋办呀 你问我 又冲着三个孩子啊 那跟我有啥关系 那咋没关系 她现在住在咱们这 没住在三个孩子那儿吧 我还不能问问了 你看你冲着我干啥玩意儿 你把你当年跟我要驴那劲拿出来冲她去 那她早走了 你可真急死我了 你 你这都扯到哪儿去了 她现在住在咱们这儿 是吧 咱们可以帮她 但你都不能长期住在这儿啊 这算啥事 只要传出去 我看见梁王德国这张脸你往哪儿放 那行哪 明天我就问她去 明天一早我就问问她到底想干啥 但才想办法 你这次绝对不能心软 你也不能心软 哥 刚才爸打电话跟你说啥了 她说满乡妈不想到汽修厂去当保洁经理了 她觉得那工作不重要 想当财务主任 她是想掌握财政大权的 说是要帮咱们家精打细算 她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这修车厂跟她有什么关系 咱爸和月之妈能把她留下来 再给他在厂里找一份工作不容 提出这种要求我都觉得可笑 她不觉得吗 志平啊 你们那时候还小 你们不了解满乡妈这个人 她这个人做事情 只看眼前的利益 有点鼠目寸光 当初她跟咱亲爸结婚 不就是因为咱爸是个县里的领导 有权有势的 只是咱爸身体不好 结婚没几年啊就去世了 她也成了寡妇 这才带着我们到了东北 这想想啊她也挺不容易的 哥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我那个想法现在更坚定了 不能让她在爸家住下去 得给她劝出来 跟你住跟我住跟志刚住都行 你让她跟志刚住吧 她要来我家 我们得天天吵架 不是 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 咱们先得给她劝出来 她跟谁住呢 那可以再商量 不能让爸和月之妈 再跟着她受罪了 行 把何满乡劝出来 是第一步 对吧 你一会儿见了她 别直呼其名的叫何满乡 知道 你知道啥知道 咱们一会儿去超市啊 先买点东西 也算呢 咱们对她这一点心意 你别一见了她的面 别直接就劝她走 咱们得行 你别啰嗦了 来啦 来啦 好 妈 来啦啦 来 先来先来 咋的 今天不上班啊 妈 我满乡妈呢 她一个人拿着计算器在屋里 不知道算啥呢 从昨天就开始了 大小 好 这么大早就来了 干啥呀 志平听说你要到厂里边上班 就买了点水果要送去 但是你不在 我们就直接奔家来了 是啊妈 你咋没去厂里上班呢 宝家经理这活呀 我不能干 那有点大才小用了 你爸呀 怕我累 心疼我 那不行 我今天呢已经跟他说了 你说这么大的厂子 我得帮着分担点吧 是吧 你说是吧 月知妹子 满香姐 这厂里的事呢 我基本上不过问 这都是得棍说了算 我呀 顺便也劝你一句 这个女人呢 她就干点女人能干的事 是吧 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吃 月知妹子 你咋瞧不起咱自己呢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挺能干的吗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都忘了 妈 你看你这块扯哪去了呀 爸能在厂里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不错了 你还想掺和什么事呢 哎呀 这咋叫掺和呢 这叫分担 你说你爸 辛辛苦苦地把你们抚养大 多不容易呀 你们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我说大小啊 你就一辈子准备在你爸车厂里边当个修理工啊 这男人哪 一定要有上进心 太平庸了 妈不喜欢 妈 我这点能力踏踏实实的把车修好 把技术搞好就行了 哎呦 这样不行 这太没出息了 这让妈太失望了啊 你们几个孩子啊 就应该帮着你爸爸把这个车厂经营好 成为这里的头牌 谁的车只要一坏 首先想到的就是朗德贵修理厂 妈 咱今天不说这事了哈 而且你说了也不算 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把你接到我家里去住一段时间 这你看 反正这个厂里的 那个保洁经理的活你也不想干 那就去我家好好休息一下吧 厂里的事呢 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再管了 一会去我服装店 我给你挑几件衣服怎么样 不用了 我在这儿住的呀挺踏实的 再说了 你月之妈呀也舍不得我走 是吧月之妹子 妈 你还是跟我走吧 一会回去啊 我把屋子给你收拾收拾 再给你买几套新床单怎么样 去你家看看行 我就不住了 不住了 妈 这好歹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 你咋就不领情啊 你们几个呀 能来看我 妈就知足了 我也没把你们培养成人 你说带上你们家去添乱 这多不好意思啊 我住这儿呢 能帮你爸干点活 帮他出出主意 也帮他分担点压力吧 是吧 我想把这场子办得活活活活的 挣大钱 这不好吗 再说了 我在这儿啊 还能给你月之妈呀 做个伴 对吧月之妹子 妈 我说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装不明白呀 你住在这儿不合适 你一会儿就跟我走吧 搬走好吗 我会搬出去住 我不会赖在这儿一辈子的 我和满乡当年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是 这现在社会开放了 我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吧 在这儿帮你爸爸郎得贵 帮他出出主意 分担分担 像你们这样 现在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不行 我见这机会呀 我就拼命要抓着他 失败了我也不怕 我算看明白了 你要说的好听啊 你是个敢想敢干的人 这要说的不好听 你就是一个只顾自己 不管别人的人 你就是个自私的人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 你说说啥玩意儿呢 我说他 志平啊 满香姐 志平这丫头啊 她说话不走心 你别往心里去 别跟她生气 我才不跟她生气呢 我只是觉这几个孩子 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 你说郎得贵给他们提供 这么好的条件 他们怎么就不要求上进呢 那你这话啥意思啊 那你刚来的时候 你不是对他们现在的生活 挺满意的吗 咋现在变了 没有变 你跟得贵对他们的培养啊 我很满意 我只是怪他们自己不够争气 怎么可以止步不前呢 你跟得贵啊 也该多要求要求他们 我 妈 我志刚 志刚 是我 咋的了 我满香妈在吗 你等等 老嘎的啊 喂 妈 老嘎的 你怎么样啊 妈很好啊 那就好那就好 咋啦 你也要把妈接你家住去啊 不是 我就是问问 我是想明天过去看看您 那行 那就这么定了 行啊 明天见 妈等你啊 好的 好 妈再见 老嘎的 明天过来 我呀 也得找他好好谈谈 哦 何满香这么晚不回来 他不吃晚饭 他不回来了 他出门的时候啊 他特地跟我说了一声 说不用等他了 他干啥去了 没跟你说啊 这今天早上何满香跟你说 他不想到宝洁清理 要当曹晓鲁人志愿声音咋想的 他以前就是个唱戏的 管理才快 能行吗 行不行也不让他干 我一会儿就跟他明说 不行 不行 这不行你早上咋不说呀 啊 你是不是心软了 我可跟你说啊 这会咱俩都不准犯这毛病 啊 放心吧 妈 我不是说好了 明天去见您 怎么您突然今天晚上 就把我约出来见面了 今天怎么不叫我满香妈了 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时候 我还在叫您妈吗 妈听着真舒服 妈听着真舒服 在连院吃点钱啊 你们总是满香妈 满香妈 妈听着心里就别扭 可是没办法呀 咱里亏不是 妈真后悔啊 当初 怎么就跟着那个田大夫跑了呢 妈 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灵儿你不是要上家里去吗 那咱俩一定会吵起来 怎么会啊 怎么不会啊 你们仨是不是合计好了 要轮番来劝我 把我接走啊 我告诉你老嘎的 我现在是不会走的 我得住在朗德贵家 帮他多做些事 这样呢可以报答他对你们的养育之恩 知道吧 妈 您总住在别人家里不合适啊 合适不合适啊 合适不合适啊 妈知道 我的事啊 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 妈先回去了 那我送送您 不用了 你回家吧 回吧 回吧 这盒板箱太难查了 咱好心好意的 给他在厂里面安排个工作 他倒反过来算计起我来了 你说他整天拿个计算机 他算计啥玩 还能算计啥呀 钱呗 真是要钱就好办了 能拿钱解决的问题 就都好办 好吧 老子 对不起 你们俩都在乌呢 你怎么能用我们家钥匙呢 我自己配的 你知道 这样进出啊 都方便 免得呀 让你们俩老给我开门 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就越重 何满箱 你这么做合适吗 你配我们家的钥匙 你怎么也得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郎排长 我怎么可能不跟你打招呼呢 我呀 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这个招呼今天打的成不 来 坐 坐呀 坐 好 德贵呀 我想到厂里当财快主人的事情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他太好了 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那我真可以一心意义的 精打细算的把场子办得更好 我想的结果就是不用了 我不同意 咋的了 你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呀 我告诉你 凭我何满箱的能力 我很快就能拿到会计资格证 我谢谢你了啊 不用了啊 我跟你说何满箱 你要是 你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 我就只能是 请你离开这儿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郎排长 你说话怎么这么狠心呢 你以为我何满箱真的要占你便宜啊 我是真的想帮你 想帮这个场里办得更红火 赚更多的钱 我就对得起你 也对得起月之妹子 对得起你对我那三个孩子的养育之恩 我有什么错呀我呀 哎呀你 哎 你这个 这个 你干什么玩啊 哎你干什么玩啊 哎呀 这么晚他一个人出去 我怕他有危险 我找找他去啊 啊 你找什么玩意啊 你就找吧 你不信你试试 你把他追回来麻烦就没完了 你可得了吧你 这都算啥事啊这是 那个场里边不是你说了算吗 你要不用他 他也没办法 我找他去啊 提前说好了啊 这是你找的 你别怪我心软我没主意 成吗 行 那是我要找他 跟你没关系 行了吧 你找去吧去吧去吧 那就我找他 我现在就去 你赶紧去吧 你还一会儿追不上了 我 你愁死我了这是 你愁死我了这是 你个י 说我 你不许你不许多 你不许我 回家吧 这么晚跑出来 不是折磨人吗 我也没真想跑 可是你们谁也没拦着我 我现在啊 是寄人篱下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你可以住到孩子们家去呀 他们又不是没来接过你 是吧 他们是我的亲生儿女吗 再说 我跟他们说了 是你把我留下 让我住在你家里的 过去啊 不管是什么原因 在他们小的时候 我丢下他们不管就跑了 这次找回来啊 一是想报答你跟郎德贵 二是想看看孩子 想帮你们做点事 弥补一下我的过失 这要是一头钻进孩子家呀 也不合适 何况他们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 我这个人呢 错就错在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非要当什么财快主任 好好地在工厂里打扫卫生 不就得了吗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今晚呢 我是明白了 这财快主任呢 我是死活也不当了 可是月知妹子 你也给郎德贵说说 那打扫卫生的事啊 我也不能干 你说那么多人看着 说我是志强的妈 还是给我留点面子吧 小姐 你咋不早说呢 你看你绕了那么一大一个弯 是吧 那德贵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他说话就是直来直去的 那以后啊 你有啥想法你就直接说 你别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这我们也猜不准你想的是啥呀 好 以后啊 我有什么事都跟你说 好 来 来 来 那三姐 看见试剑吧 这就又失败了 就不接受经验教训 看来啊 咱俩都不成 这关键时刻 这个心就是狠不下来 咱是咱俩呢 你 你去把他追回来的 是 是我把他给追回来的 我这一想到 我当年上山捡柴火 从山上摔下来 是他把我给扶回来的 我这心就软了 行 你有这句话就行 那他要是再整啥事 你就不能埋怨我了 我啥时候埋怨过你啊 他说你干啥了 和满香说了 他以后呢 再也不会提案这财快主任 这件事了 也希望咱们呢 给他留点面子 别让他去汽修厂 打扫卫生了 不是 我没让他打扫卫生啊 我是让他当经理 指挥别人干活 还想咋的呀 这还是志强出的主意 我知道 他是怕给志强丢人 志强都不怕他怕啥呀 我咋都想不明白 这啥意思啊 就打算继续在这住下去了 估计是 我这招谁惹谁了 那我招谁惹谁呢 爸 你昨晚没休息好吧 我满香妈又惹您生气了 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 让他到这儿来当保洁经理 他就是不来 推了 为啥呀 我找他去 没用 他能说出一万个理由 就不来 那我去说服他 让他先搬到我那儿住 他跟你月志妈说 说要再等一等 看一看 考虑考虑究竟去谁家住 还说要利用这段时间 要好好的照顾照顾 我和你月志妈 咋弄 爸 你别急 我想办法 小凤 咱俩今天一定要想办法 把满香妈接到咱们家住 你没意见吗 我什么时候有过意见呀 早点接过来好 满香妈真是好奇怪 为什么非要跟你爸住在一块 咱们也得对你客气点 试试看吧 小小 嗯 今天我们请满香奶奶吃饭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奶奶跟不跟我们出来吃饭 就看小小有没有本事了 我有本事 谁啊 谁呀 妈 是你们来了 啥事啊 小凤跟晓晓都想您了 我就带他们来看看您 晓晓 快 叫奶奶 奶奶 我的大孙子 来 跟奶奶坐着看电视 快点 坐 看好看不 你看 你看 好看吧 妈 今天天气好 咱们全家一块出去吃个饭吧 听朋友说 市中心开了个新饭馆 环境又好 菜色又特别 我们带您去尝尝 吃完饭 我们再陪您去逛逛街 奶奶 你去不去 要是不去 妈妈就说我没本事 晓晓 你说的啥 奶奶要是不去 妈妈就说我没本事 小凤啊 你这说的是啥呀 我不跟你们出去吃饭 孩子就没本事 这么小个孩子 你想让他有啥本事 你们俩说明白了 今儿是来干啥的吧 是不是你爸跟连夜之 给你们出的主意 难怪这一大早 连夜之就出去了 满乡妈妈 您误会了 我们真的是想过来 陪您走走逛逛 吃个饭 小缝啊 有些事啊 你不清楚 别听大小跟你瞎说 我在郎德贵家待多久啊 我心里有数 我不会一直待在这儿 不走的 当年啊 郎德贵对我们家是有恩 该咋做呀 我心里清楚 用不着你们在这儿 给我瞎指挥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大小啊 你有空啊 好好陪陪媳妇跟孩子吧 我还得出去买菜呢 晚上你爸还得回家吃饭 妈 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我爸那用不着你操心 人有连夜之呢 你别老跟着瞎掺和 当年你带过我们兄妹 我们还把你当妈 要不然啊 我才不管这事呢 我自己的事啊 我会处理 你们回吧 回吧 妈 我饿了 妈 小雪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呀 真不好意思 还让你跑来看我 我来看看我闺女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妈 我最近幼儿园的工作特别忙 没去看你和我爸 你们不会生我气吧 你爸呀 知道你忙 这怎么能生你的气呢 妈 满湘姨姨还住咱家吗 住着呢 她说呀 暂时不想搬 想再考虑考虑 看看住到谁家去 她想的还挺多 妈 你让她赶紧搬走吧 这要是住久了 就说不清了 咋说不清啊 小雪 你是不是知道啥呀 没啥 我就是随便说说 咱吃饭去吧 你要知道啥 你得赶紧告诉妈啊 你可千万不能瞒着我 不会的 你要是不相信我爸呢 你就想办法 把满湘姨赶出去 那你不就放心了 我哪能不相信你爸呀 你们小的时候啊 他就住在那儿 你爸呀 根本就看不上他 现在都这么大把岁数了 我哪能不信你爸呀 走吧 吃饭去 你跟阅兵的婚事咋样了 等日子定了 我就来通知你们 行 值饭去 好 走 师傅 这肉多少钱一斤啊 多少一斤 你给我来一斤吧 要瘦点的 给你干啥 好 谢谢 鲜鲜的啊 好嘞 我都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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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闭呀 快来吃饭了啊 快来吃饭了啊 一会儿菜就凉了 这鞋谁给我买的 你猜 我猜啥猜啊 那行了 那就是月知给我买的 对 是月知啊 给你买的 你瞧见了吗 还是月知了解我 这鞋穿着多舒服 还透气 你做梦吧 这是我今儿给你买的 你快穿上穿上 一定合适 我呀还是最了解你了 你拉倒吧 你这鞋你给人退回去 我不穿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人家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 我不讲情面 当年你撒手就找那田大夫去了 你带来的撒孩子 我给他们养大成人养到现在 我还怎么讲情面 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我真的很后悔 得贵啊 得贵不是你叫的 那我叫你狼牌长总好了吧 何马江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缠着我了 就算我求你了 行吗 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 你走吧 你要不走我就报警了 我犯什么法了 我来看看儿女 在你家住几天 我是偷你家东西还是抢你家东西了 你怎么那么恨我呀 行了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你妈妈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我走 得贵 得贵 怎么还要话说清楚了 得贵 我跟你这种人我说不清楚 郎德贵 我喜欢你来他有什么错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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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你干嘛呀 你怎么走了呀 那是你家 满湘姨太过分了 干嘛呀她 走 咱回家去 我跟她说让她走 爸 你跟满湘姨没啥事了 你爸我是那种人吗 我出来是对的 她这种人 就只能是不理她 离开她 让她一个人在家待着 那她干嘛 老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呀 她要干嘛呀 她可以跟别人说 说她是来找她三个儿女的 在你家住两天都不可以吗 我和你月之妈 就是因为拉不下脸来 中秋节那天晚上 心一软就答应了 让她一直住的现在 今天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跟她翻脸了 她应该能明白我啥意思 她得知道 以后在这个家再住下去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我回厂里住去 看她好意思再住下去 陈湘姐 你别哭了 要不你跟我说说 我跟德国哪点做得不好 对不起你了 哪里是你们对不起我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一直来这儿不走 还跟德国说 我很喜欢她 我知道我不该说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我真的恨我自己 嗨 说就说了呗 你这么一直哭下去 也不是个事了 我走 我肯定走 我再来到这儿也真的没有意思 你去把德国找回来吧 明天 你给我一天时间 不 最多给我两天 让我想想 我当哪个孩子家 比较合适 要不 远之妹子 你帮我参谋参谋 婉湘姐 要我说呢 这三个孩子去谁家都可以 他们呀 都会对你不错 你要是让我建议 那就住这凭假吧 再怎么说 跟闺女住还是好一些 再说了 她凭上生意那么忙 你没事呢 还能帮她照顾照顾家 是吧 姐 姐 你怎么来了呀 来 进来 小雪 你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呀 挑衣服呀 我不买衣服 姐 我找你有事 啥事啊 是月之妈妈和满相姨的事 姐 你可千万别和月之妈妈说我来找过你啊 她不让我管这事 这事哪能不管呢 这玩心眼 月之妈妈呢 玩得过满相妈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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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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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